我是咱們解放軍第一批參加 柬埔寨維河公民大隊支援中隊的中隊長胡錦鳴 四天的火車、四天的船 摩托化行軍巡行了一天 大概就是九到十天時間 到那去就有個空地 就地就是修建衛生間、修建洗澡的地方 然後搭我們自己帶的活動房 我們弄了鍋自己就可以做飯 柬埔寨屬於是遲到邊 屬於高溫 就是說你在屋裡待著滿身都是汗 很多戰士又起肺子 就起了紅頂尖 長時間沒有經過消毒落或者很好的治療 就流膿了 為了防止的時候想了很多辦法 在北京區養了很多鵝 我們就散癢 好像是一物降一物吧 就鵝好像那個味道一叫 舌頭不來了 好像這個路數 我們主要去的是專性很強的 就是工程兵 第一大塊就是掃雷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專業的周橋分隊 我們主要修了磅峻港到近邊 二百六十公里一條路 這個路很重要 大概我們修了有四條路 一個機場 給聯合國又蓋了很多營房 他們也需要有生活的生活設施 都是我們公民大隊負責給他建 基本上我們建的永久性的東西都在使用 畢竟是第一次出國 經常一聽那槍聲 那就把鋼盔帶上 然後我們的刑訓床還有那個鐵皮櫃 然後就躺著這個窗底下 心裡還是有一點那個 有抵抗性比較強一點 好 切實好一點 我們當時來說每個同志都拍個照 關於什麼事兒 就是怎麼照顧我給家屬一個交代 大隊根據這個工作需要 成立了第二批遊客大隊 也是在江北山 在一個基地裡邊 早上遭到了拋擊 然後從大廠牺牲了 一個余世麗 一個陳世國 都是四川雞了 一提專機送我送回國了 平衛烈士 但是工作該幹還得幹 我說不怕 軍人這是使命嘛 這是一換個三十年過去了 感覺確實是一種 一生當中刻骨鳴心的一個記憶 因為第一次出國 並且是拿著槍 代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也是國家的強大的勢力的體現 2005年回來以後 根據工作需要 專業我選擇了就是當警察 也許可能就是懷念那種制服吧 我現在在一個派出所裡邊 主要做社區工作 主要是接觸老百姓 也就是天天跟老百姓 老頭老大也打在一起 一一跟他們宣傳防詐騙 然後送他們看病了 就是牢上牢下的斷電斷水了 借靈之間的小摩擦了 他也很充實 又轉眼一個假年過去 近六十歲了 十八歲當兵 一轉眼當十幾年警察 無怨無悔 軍人就是保家勿國 據敵以外 警察是保國內一方平安 如果足夠需要 一無反顧